我看到你的youtube有个影片啦 说你在录音前竟然要喝可乐才可以开赏 对 我觉得就是那个CO2 那个碳酸 他可以让我的身带有一种魔法 突然就唱歌变得很亮 所以今天也要送你一关 这什么 让你打开要等一下 真的 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个舞台上 都可以尽力的开赏哦 快笑死 而且你怎么知道我都 黑色的 prefer 我跟你讲 我有看到那个影片当中是黑色瓶盖的 真的假的 你真的很认真 还按暂停看了一下说什么颜色的 绝文说你很认真我还不相信 你真的很认真 还送这个 阿公检查完说好 那我就宣判他离开 弟弟突然问说 阿公去哪里 可是以他的角度来说阿公就在那 对 他竟然问这个问题 我就说 不然你听看看阿公的心跳声 听诊气 然后他就听 阿公没有心跳 然后说所以阿公现在他不在这 他要去更好的地方 其实今天见到你本人 我觉得你自己的说话方式 跟你在唱歌上的诠释 完全不一样 诶 我跟你讲 连 连三岁小孩 就是可能我的朋友给他小孩听 然后他说 诶 叔叔 怎么唱歌跟讲话差这么多 哈哈哈 看不清你的眼睛 这不像你 这不像你 听不见你的声音 这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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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被世界一起 一声泥泥 你的爱就像 一场大雨 倾听书所 倾听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竹城继瑞 今天的来宾呢 非常特别 他除了带来他的新专辑之外 平常身份也是让我觉得 哇 他真是斜杠再斜杠的代表 那我们现在欢迎今天的来宾 潘迪志 嗨大家好 我是迪志 是 听说平常大家比较习惯 可能叫你是潘医生啦 叫潘医生应该是最 最喜 就我最 不会反应不过来 突然叫我迪志 有可能 哈哈哈 谁 怎么你在叫谁 对 哈哈哈 但今天你用一个新的身份 来到节目当中 对 今天是用 这个发片歌手 哈哈哈 这个title很沉重欸 是 自己讲这样子 哈哈哈 但你的这个EP名称啊 我觉得 听起来其实很特别 因为 除了你之外 好像没有人会 处到这样的名称 对 对 这一次EP叫做 临床指引 嗯 就是他 临床指引就是我们 在工作的时候 医生在工作的时候 会 使用的一套 工作准则吧 就是 我们会依照这个指引 去治疗病人 或者是 连怎么诊断病人 其实那个指引里面 都有教你 就一个病人来 他跟你讲什么症状 你 可能要考虑什么东西 要做什么检查 他都写得很清楚 对 所以我们 只要那个毒手 依照那个去做 大体上就不会有问题 嗯 那这张EP会取这个名字 也是因为 呃 他想要表达的事情就是 我们 在工作 白天工作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套准则 可是 医生下班之后 那他的人生方向 或者是他遇到一些 其他令他 很迷惘的事情的时候 呃 他有没有什么准则 可以去追寻呢 那 进而推广到说 诶 我在我的歌里面 写下了一些方向之后 听这张EP的人 会不会在他的床边 呃 也可以 为自己的人生 找到一些方向吧 这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下班过后 你自己有人给你这个方向吗 哈哈 我觉得没有诶 其实很难诶 因为 医生下班他也是人啊 他也是会遇到 其他的烦恼 也是会遇到人生 比如说 诶我到我这个年纪 房子买了没啊 车子买了没啊 哦 有没有 有没有要结婚啊 有没有生小孩 你回过年 长辈问的问题 不会因为你是医生 就不一样 还是一样问你 诶诶诶 什么时候要结婚 还是一样 所以 所以你还是遇到那些 很烦的事情 所以 呃 可是这事情不会 白天的临床之宜 没有教你 他只教你怎么治疗病人 他没有教你 怎么 怎么买房 怎么告诉你回家 如何对付长辈的 对对 所以 呃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会遇到的问题 跟大家一样 所以大家听上的临床之隐 可能也可以感觉到 就是说 呃 我跟 一般的 其他人 其实是很相似的 我们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会有一样的情感 这样子 嗯嗯嗯 其实今天见到你本人 我觉得你自己的说话方式 跟你在唱歌上的诠释 完全不一样 诶 我跟妳讲 连 连三岁小孩 就是 可能我的朋友给他小孩听 是是 然后他说 诶 叔叔 怎么唱歌跟讲话差这么多 真的 三顺脚都听得出来 所以 我不知道诶 我觉得 因为没办法解释 可能是我 唱歌的时候的音调跟用的音色 都是比较高康一点 所以听起来跟讲话 讲话就比较低沉一点 是是是 比较不太一样 唱歌的时候有一个非常 很磁性的那个温柔的感觉 对 大部分人都会说 温柔 疗愈 就这些形容词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 讲话就是 北烂 哈哈哈哈 怎么会变成这样 没有没有 比较 哈哈哈 是 比较 比较轻松活泼一点 对对对我觉得 没错 其实在这样的传统当中 我很喜欢一首歌 就是第一首 想你的时候 我会这样问自己 但其实我很好奇 我那时候看到歌名的时候 我想说 那这个你到底是谁呢 嗯 这个你是谁 其实 我觉得每一个人听 可能不一样的答案 嗯 就是 你可以 这个你可以是 你过去 留有遗憾的一个 亲人 或者是 你有很多话 还没有跟他说 但他却离开你的亲人 都可以 所以他可以是 任何一个 你思念的人 嗯 但是 不同的人 我们在想到他的时候 我们都可能会有 伴随而来的问题 嗯 没错 比如说我为什么会在 这个时间点 想到他 也许是 躺在床上 准备睡觉前 或者是走过 某一家商店前面的时候 诶 怎么突然就想到这个人 哦 那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人 或者是这个人留下了什么难题 什么 没有解开的结给你 嗯 这就是这首歌想要讨论的事情 嗯 你刚刚说走到某个街道 可能会想到一个人 嗯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符合 人事实地物的场景啊 对啊 嗯 那 那个问题 谁可以给你答案呢 是 你想到的那个人吗 哦 其实 那个人不会 再也不会出现了 他可能也不会 告诉你答案是什么 嗯 那个问题 只有你自己可以回答你自己 没错 所以这首歌 他最后也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 大家遇到那些 自问的问题 只能自答 啊 所以最后你还是要去面对他 然后自己去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嗯嗯嗯 你刚刚有说到吗 就是可能是一个情人 可能是一个亲人 所以你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你脑下里有这个人的画面吗 我觉得 有 但是如果真的要讲一个 最明确的人的话 可能是我的亲人吧 嗯嗯嗯 对对我的 离开的爷爷 哦 对 因为我是 算是隔代教养嘛 就是我是爷爷奶奶 拉拔长大的 嗯 那爷爷对我来说就是 从小教我一些人生大道理的角色 很有趣是我小时候 人生导师 对小学三四年级 他就是我的人生导师 但是三四年级 谁知道他在讲什么 就是 我印象深刻就是 我小学三年级每天放学 回到家 第一件事就被我爷爷 叫到房间里面去 然后就这样子面对面坐着 然后说 我们再来讲一个故事 哦 然后就 就那故事可能就说 就是最后的 就是他跟你说 以后长大要孝顺 哦 以后 预言故事 对甚至还会讲到很细哦 有小学三年级跟你说 你以后去别人家里 如果人家问你投票 那投给谁 你要说 讲到这么细 你要说 呃 我们 那个 我们家没有支持谁 这样子 就是会讲到这么细 然后小时候根本就听不懂 说你在讲什么 然后直到 这是做人懒人包 对 直到我长到很大 爷爷离开之后 也才知道说 哦 原来那个时候 他告诉我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 嗯嗯嗯嗯 嗯这算是你跟爷爷在一起 最深刻的会议吗 对 嗯哈哈哈哈 其实还有很多爷爷 喜欢唱一些 嗯 金剧 哦 所以他会 唱一些什么 舒三棋杰啊 这些的话 所以 所以其实我还有 我也离开之后我有写一首歌送给她 就叫做苏珊 然后是一首也蛮感人的歌 我专长演出会唱 10月14号 是在哪里可以购票呢 在哪里可以购票 可以追踪我的IG 然后IG上面会有那个购票连结 在Legacy Mini Amba 在西门町 是Legacy Mini的地方这样子 没错 讲到这里搞不好大家以为节目要结束了 对不起跳太快太想要宣传了抱歉 是但其实回归到像你自己医生的身份上面 其实很多人会说 医生都是如何在选科的时候 决定自己要往哪个方向的 你自己是嘉一科 所以当时你是为什么想要选择这个方向走 会选嘉一科其实就是因为我想要走 暗宁缓河 那在台湾 暗宁缓河分成 主要啦 主要在做暗宁缓河的有 两大科 一个就是我们嘉一科 从大学五年 就是你青梅竹马的这个年纪 我就决定要走安宁缓河 所以后面就是一直铺 铺着这个走嘉一科的路 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在专访前 我跟迪志分享说 我有个朋友现在正在念台大一科 他是我国小一年级到现在的一个好朋友 一个好麻吉啊 一个好闺蜜 好闺蜜 哈哈哈哈 那那七年初 我以为是男的 结果是女的 没想说可以听什么故事 没有什么故事可以听 可恶 就是一个从小学一年级一路到现在的一个好闺蜜 这样 哈哈 是希望他也可以选课顺利 嗯嗯 所以你自己在工作上 你有没有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觉得一定太多的 有趣 或是让你觉得说 诶 怎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你自己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我觉得印象深刻分成 好笑的 嗯 跟感动的 啊 对 那我分享感动的好了 好 感动就是 有 因为我在做安宁缓和 所以很多病人都是在我手上 就是离开 嗯 那有一次就是 我印象深刻就是 我去访 访试 我觉得我都会到病人家里去访试 嗯 那到家里的时候就是一个阿公 然后 他有 家里面有个很可爱的小孙子 嗯 然后小孙子他就是很聪明 每次来他就会说 诶 我的阿公就是今天有什么 可能今天有咳嗽比较厉害 或什么 他才很小 大概才小学一年级二年级而已 对 他就说诶 今天可能他的家人有哪里不舒服 他就是会记得很清楚 然后都会跟我讲 嗯 然后我就对这个小朋友印象深刻 然后直到他阿公 离开的那一天 嗯 然后我们会去家里做那个 怎么讲 死亡宣判 啊 是 那我就到家里 帮阿公检查完说 好 那我就宣判他 离开 嗯 然后 那个 弟弟突然问说 阿公去哪里 啊 然后 可是以他的角度来说 阿公就在那 对 对 他竟然问这个问题 我就说 阿公 不然你听看看阿公的心跳声 哇 对我就让他 听听整气 嗯 然后他就听 哎 阿公没有心跳 嗯 然后说 所以阿公现在他不在这 嗯 他去更好的地方 哇 对 然后 家人本来其实很害怕 他不敢让小孩子在旁边 让他知道 对 但是我觉得 因为这个弟弟他一直都 这段 他家人生病的这段时间 他一直都陪在旁边 所以我觉得 他可以 接受这一切 嗯 所以就有做这件事 我觉得 这算是印象蛮深刻 嗯嗯 是是是 其实在你的工作上面 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你有分享在你的现实动态上面 对 如果是好笑的话 我就会非常多 有一个精选特辑 对 有一个精选特辑 就是门诊阿嬷系列 嗯 那 就是分享很多 嗯 就是门诊很有趣的 阿嬷故事 然后我们也有做一个 就是 你的周边 那他是门诊阿嬷故事的紧集 里面有精选三款 哦 然后都有做成插画 然后 像 呃 这边这一款 这个他就是 中邪阿嬷 其实他就是 我有一次 嗯 看诊的时候 那个有个阿嬷就来说 诶 我最近都会 半夜会 嬉寒 就是会 冒冷汗 然后会 发抖 是 然后 脚会僵硬 哦 那 怎么办 他就说 就很担心 他就讲了一堆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然后准备要帮他排检查 他就说 医生还是你觉得 我会不会 中邪 中邪叫丢狗 丢狗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就 你怎么回答呀 我就说 呃 如果阿嬷你觉得是中邪 你好像来错地方 哈哈哈 你应该去 旁边 土地公廟 手机 是啊 你不是来这边 这样阿嬷就在那边笑 对啊 反正就 后来是帮他排检查 反正就是有好好做完 只是就遇到很多类似这种 就是很可爱的 门 就是门诊的一些病人 然后来 不知道来搞笑吗 就是 就明明就是一个很严肃的看诊环节 他有问题很有趣 阿嬷就会 对 突然来 来一个很好笑的 嗯嗯嗯 临机一动的那种天来一笔 是 但其实这张专辑 除了这个书签的周边以外 还有一个 很有趣的周边 对 其实这一次的周边 总共有三款 那第二款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 临床指引的 药盒 非常可爱 这个在10月14号 专场演出的那一天 也会贩售 也会开始卖 对对对 那 他这个很可爱 就是里面就是 有很多的小格子 可以让我们放 比如说保健品啊 或是你真的有在 吃药的朋友 那我相信 你的观众应该 比较少 像我的病人是需要吃药的 那 那个 或者是 就算你没有 吃保健品的习惯 你放一些 小饰品 其实 就 项链啊 戒指耳环 我觉得都可以 因为他里面有格子 可以区分 对我觉得很方便 出国带着也很好用 对 虽然远看很像肥皂 对 我刚才以为真的是肥皂 那每次看大台都说 诶 你送我肥皂 那好像专辑出香氛系列 还不错 太高级了 对对对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 你的实体专辑啦 对 实体专辑在这边 因为你很喜欢这个手绘风啊 对 因为这一张EP就是 跟设计师心想 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是 希望用这个绘本的风格 嗯 那所以他就帮我画了一个 嗯 应该看出来是我啦 就是我自己在听我自己心里的声音 那种感觉 像我们白天听人其实都在听别人 对 然后那什么时候 会好好的倾听自己的声音 所以就这样临床直隐的一个概念 诶 这根本就是我节目slogan啊 傾听师傅所倾听的声音 诶 刚刚好 没错 就伏着这个专辑公面 哈哈哈哈 对 是 但其实当中里面还有你自己手写的一个 对 手写文字 嗯嗯嗯 比较是模拟那个我们在 嗯 那叫什么 嗯 像手写病例那种感觉 对 里面会有一些 就是我自己的手写字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是我们 手写病例里面常常会画的 这种 医生小插图 是 如果你没有画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欸 大家应该不会去看 我们的手写病例对不对 所以大家如果 根本没机会看到啊 对想要看医生手写病例 现在也都 因为我们都用电脑打了 所以手写病例已经很稀有了 是是是 大家想看看医生 手写病例如何手写的话 请购买专辑 哈哈哈哈 然后 嗯 还有一个比较少人知道的 是 这个临床指引 CD的 那个封面 嗯 其实 我才发现原来大家很少 去仔细看 听诊器长什么样子 哦 对 这其实是模拟听诊器的 那个听的那一面 啊 原来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都不知道 听诊器长什么样子 是是是 当然可能 也是啦 我们在听的时候 大家可能还来不及 就觉得也是一个圆圆的 然后就直接 放到 就贴上去了 来不及看 对 那其实听诊器你知道 听诊器有两面吗 哦 两面 听诊器的 背面是可以用的 就假设这是听诊器 就这一面 跟他的 反过来这一面 嗯 反过来那一面也可以用 但反过来那边 因为我们都要来听小朋友 啊有什么差别吗 他听的频率会不太一样 哦原来 没错 天啊 真的是长姿势了 哈哈哈 好 然后 哦 上面还有个很可爱的这个 嗯 我不知道这样子看不看得到 就是上面会有 有这种 外七扭八的 那种蚯蚓字 啊 这个是 医师体 医师 医师潦草体 哈哈哈 就是那个 应该有那个谜音 就是那个 阿摩斯西利 然后 对对对 那个字迹这样子 其实我们的 专辑的背面 是 他 英文歌名 下面我们也是一样 有这个 哦也有 正凯 然后 所以这都是你写的吗 慢慢变成 后面 哦 只有最后一个是我写的 我负责 我负责医师体的部分 是是 哈哈哈 没错 没错 好那这个都 非常可爱的一个专辑 谢谢 但其实回归到你自己身上 你说小时候你听爷爷会唱金句啊 所以你小时候听的音乐类型是什么样子 因为这张专辑是偏一个民谣的曲风 要看追溯到多小 哈哈哈 其实我最小 一开始我最爱的一首歌是那个 灌篮高手的主题曲 哦 也是我最常在厕所唱的歌 是是是 人在洗澡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 对 对 然后 但是到后面真的开始觉得 开始听华语流行乐的时候是 应该是周 周杰伦 哦 那刚出来的时候 对对对 依然范特熙 哦 那时候开始收到的歌 那时候开始 听 歌 比较喜欢听流行歌 嗯 然后 真真正正很认真 练习 然后模仿 可能是从 林俊杰 哦 林俊杰 会不会大家看到这边就开始就是直接直接关掉 为什么啦 对对对对我是 就是我从林俊杰到江南以前 嗯 江南以前 就我是他的就超级喜欢他的歌 就是他的就是创作跟就是我觉得 嗯 他在流行音乐上面就是我觉得他歌就就很好听 经典啊 对对对 是是是 然后就周杰伦 林俊杰 嗯 然后后面到 嗯 大学之后 开始学吉他之后 其实就 就听得比较偏的 就开始 就 应该说我听的歌曲蛮多元的 嗯 就前面有听一些 嗯 比较老的摇滚 哦 然后到日系的摇滚 嗯 什么 可能从日系摇滚之后 大学时期后期才开始比较有听 嗯 比较 呃 民谣 或者是独立乐团 哦 这种东西才开始比较多 嗯 然后到现在 可能就 听一些 好乐团啊 哈哈哈哈 剪题啊 这些看要把那个主题拉回来 是是是 对对对 没有啦 就是因为 其实到现在听的团 大部分 或者是听的音乐 很多都是 认识的人 嗯 因为在大学时期那些 什么翠乐团啊 嗯 等等的 都是 以前有 算 有算认识的人 然后他们的音乐 我就持续在follow到 到现在 对啊 所以其实你也算是从 主流音乐听到 独立音乐上面了 对 嗯嗯 然后到现在 当然还有听一些 其实听最少应该是kpop 啊 对 但是听 像现在比较流行的 那个牢蛇啊 这些的 哎 也都有涉略 但是你不能说听的很厉害很惊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音 我没有特别 钟爱哪一种 呃 类型的音乐 在听的部分 但创作上面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以 民谣为主 因为我比较 会很在意 那个词的内容 嗯 还有曲的呈现 它怎么样去结合 嗯 所以会觉得 怎么说故事吗 对对对 会喜欢说故事的那种感觉 是 然后每一首歌有它的自己的一个很核心的概念 嗯 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民谣会是我比较好表达的方式 嗯嗯嗯 专辑的第二首歌叫做别把爱情写的太过美丽 先来让你介绍这首歌吧 好 别把爱情写的太过美丽 我的歌词歌名都很长 对你的歌名都非常长 没办法你写的太过美丽就是 呃 当时在写那首歌的背景是 我那时候还听很多 很美丽的华语流行乐 可能 比较算老歌 嗯 以前的那种 呃 李宗盛啊 哦 然后的那种时期的 是 陶晶莹啊 唱的那些歌 嗯 它歌词跟歌都写的很 很 很美丽 嗯 没错 那 嗯 把爱情写的好像可歌可泣的感觉 嗯 可是你实际去经历一些 呃 真实一点的感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 呃 爱情跟幻想是差很多的 哦 对 其实 两个人要相处要走的远 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嗯 就是 没错 很 其实很多很多很现实 很生活化的一些细节 嗯 里面才能体现你真正爱 这个人 嗯 比如说 他 你回到家发现 他的衣服都丢在地上 嗯 那你 下一步 你要帮他收嘛 然后洗衣服什么的 晒衣服这些 就是很很平凡 听起来很很杂 听起来不会是歌里面出现的 啊 没有那么多 就是热恋期的一些氛文啊 或者说很凄美的爱情故事啊 对 没错 就是 我觉得其实实际上 并没有那么的美丽啦 嗯 所以 就想要写一首歌 去表达这个概念 嗯 但是这首歌在写的时候 我又希望 故意把他写得很美丽 哦 所以 大家去听这首歌的编曲 就会发现 诶 明明说要不美丽 就自己写得很美丽 对我就跟制作人说 这首歌很简单 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他要很美丽 然后他就说哦 OK 这样子对 像之前你都是发行单曲嘛 今年终于发行了一个EP 对 是 所以是怎么样的决定 让你觉得说 我要来做一个EP了呢 其实做EP 一开始真的完全没有想 嗯 就是觉得 EP 第一个最大的障碍就很花钱嘛 嗯 然后再来就是 自己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嗯 然后 但是 第一个是朋友的鼓励啦 就朋友就说 诶 你的创作其实量也不少啊 那 你 何不 他 其实是鼓励我出一张专辑 嗯 但是 我觉得 专辑可能 像我 我的存款可能见底 对 所以 所以就是 呃 先从EP开始 就我会觉得 要把一个 很完整的概念 传达出来 光靠一个单曲 可能是不太够 嗯 就是他还是会需要 几首歌 甚至是 一整个专辑 从头到尾 去好好地表达你想要讲的事情 嗯 对不对 他并不是一个歌 可以很简单就传达完 完毕 这样子 所以这次在制作上面 你觉得制作人 有没有给你最 深刻的回馈 有欸 我觉得在 在做制作的过程中 最大的 对我来说 最大的一个 启发就是 一个 一个EP 或是一个 好的作品要完成 他的故事一定要完整 啊 对 你的概念要一致 嗯 你不能很 很发散 或是很松散 没有一个核心 你没有核心的话 你整个 整个EP或整个专辑 听起来会很奇怪 嗯 就是你 从 第一首歌放下去 到最后首歌放完 你没有办法 每一个都不一样的话 对 你没有办法连 连贯的话 其实 呃 这 这个是一个 就不是一个成功的奏品 他人家下 对 对 就是一个 哈哈 明星大合集 这样 是是 但其实 呃 像这次的EP 很特别的事情是他三首歌的 给曲风跟给人家的感觉 其实不太 虽然都是民谣 但是 他的编曲跟他 阐述的事情跟 听起来的听感 其实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把三首歌 连在一起听的时候 其实是很和谐的 啊 对 呃 我觉得 就是那个碳酸饮料 其实就是气泡饮就可以 嗯嗯嗯 我觉得就是那个CO2 那个碳酸 它可以让我的 声带 有一种魔法 就突然就唱歌 变得很亮 你知道吗 不然我没喝可乐唱歌的时候 很奇怪 我不会讲 很像是毒药 听起来 会不一样 对 听起来很 很很 嗯 很没有生命力 哈哈 就像垂垂老矣 垂垂老矣的那种声带 对 很多人说什么吃甜的啊 喝冰的啊 就可能是 会刺激 对 像我 喝 我是吃炸的东西吧 就完全就不行 吃辣也会吗 吃辣好像也会 可是我看 有些歌手 他是吃炸鸡 像之前问那个 李翔混蛋基地 他他就是吃炸鸡就可以 对 但其实 我觉得不管怎样 他唱歌 像录音 我觉得差最多的是 你要吃东西 对我来说 就要有能量 不然你会 对 你会没有办法唱出你想要的东西 是是是 没错 所以今天也要送你一关 哈哈 这什么 让你打开 要等一下 哈哈 真的真的 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个舞台上 都可以尽力的开赏哦 哈哈 快笑死 而且你怎么知道 我都 黑色的 prefer ZERO 我有看到那个影片当中是黑色瓶盖的 真的假的 对 你真的很认真 哈哈哈 还按暂停看了一下说什么颜色的 全文说你很认真我还不相信 哈哈哈 你真的很认真 哈哈哈 还送这个 天啊 对这是今天给你加油打气用的 谢谢 祝福你的十月时事专场 一些顺利这样 可以 下次开场就不用再买个乐 可以直接有一瓶 是 那要介绍到今天专辑的第三首歌了 叫做今日修整 今日修整 其实今日修整是最特别的一首歌 哦 怎么说呢 我以前都是写 比较慢的情歌 嗯 是我比较擅长的领域 哦 那 但是今日修整就是一个 虽然是自己 想要自己突破的一个地方 就是想要尝试不同曲风 嗯 因为我听的 音乐本来就很广 啊对 然后我听最多的其实是 比较funk 比较disco的东西 哦真的 其实啦 虽然这首今日修整也不是 funk也不是disco 但是 他 跳脱了以前 我觉得他比较偏dream pop 对 就他比较偏dream pop 没错 那 他就是一个 第一个跳板 嗯 就是我会先从 呃 比较民谣 比较慢琴歌的曲风 先跳出来 然后尝试不同的曲风之后 嗯 下一步 就希望可以 再尝试到我最喜欢的 哦 对 的 音乐这样子 所以接下来要期待你唱 funk disco funk 可能难过 disco 哎呦 好期待哦 那你多喝几罐可乐好了 哈哈哈哈 对 那今天修整其实就是 他的词的部分 他的内容就是想要讲 就是说 呃 我们每个人可能在工作的时候 尤其是像我的工作当医生他在工作领域他都是 大家目光聚集的地方 啊对 就是大家都会想要听你的 呃你的 你今天下的这个怎么讲医疗决策 啊对 对 想要你给什么指令 其他人才会去做 有什么样的建议 对通常是一个team的一个领导者的角色 但是 我有时候就觉得很累啊 嗯 就觉得很想要好好休息 可是就没有办法 对 大家不会允许 嗯 所以这首歌就是可能 只是阐述我的一个梦想 嗯 我希望能够有一天 哎 我可以什么事都不用做 我就躺在那边 今天修整 I'm not the one 就是我不是那一个万众瞩目的那一位 这样子 就是 是 我觉得套到别人身上也是一样 就是不管什么样角色 其实我们都需要一个 好好休息的时间 嗯 没错 你才有办法 生活有弹性啊 你的工作才不会越来 越压力越大 把你自己给压垮 嗯 任何人 任何的职业上面都是 对 没错 没错 那最后呢 你觉得大家有没有对医生有怎么样的迷思呢 如果要这样你举三个例子的话 医生的迷思哦 对 会不会有人一看到你就说 哎 那以后看病都找你吗 之类的迷思 我觉得 有一个最大的迷思 嗯 我们可能 像我这个年纪刚 也不算刚进入职场 其实我已经蛮有年纪 但是 阿公阿嬷 对阿公阿嬷 对医生 大家都是医生的想象 可能到一个诊间 或是到医院 嗯 他看到医生都会是 中年 大叔 哦 或者是就是 穿着这个 西装 滋身 所以大家看到我的医生说 医生你好年轻哦 哦 然后 那 这句话的背后的意思 不一定是好的 所以有些人 有些人说 医生你好年轻是真的 真心的觉得 你 很年轻很有活力很亲切 但有些人他背后的意思是 你好年轻哦 你可以 你行吗 哈哈 对 他的意思是这个 是 那其实有个迷思就是说 年轻医师不一定比资深医师差 啊对 因为我们医学是与时俱进的嘛 嗯 所以年轻医生他学到的东西 他的拥有的知识都是最新 最update 嗯 那有些资深医师 但我很好被被医界公干 少数的前辈他 是 没有与时俱进 没有与时俱进 他可能有一些这个 嗯 医疗角色就没有那么好 对 所以 我会觉得这是第一个迷思 是 第二个迷思 我觉得看医生 的时候 怎么讲 嗯 我常常在教病人怎么 当个病人 哦 也就是说 大家一到诊间 可能就觉得 我要把所有的事情 先讲出来 跟医生讲 巨细迷移 嗯 从他 就是左边出来 第二根脚趾 长了几根毛 他都要告诉你 对 但你就会 其实大家要 学会看医生的态度 比如说 当你在讲 你在讲你的 这根手指头怎么的时候 你发现医师 在发呆 哦 就是他看着你 他其实不在乎 但他没有在打字 那他就不在乎 是 那当你讲到 他在打字的地方 那就是在把他在乎的地方 原来 对 所以你可能要 讲重点 看病人 要注意 看你有没有打字 就知道 我都一直假装打字 打打打声 声声 对 就是 我觉得看病要讲重点 大概是这样 很大会 很容易有的 这个 会把你当作一个 青土对象 全部一直讲 对 可能很久没有人 跟他聊天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 然后第三个 迷思哦 嗯 我觉得可能 会觉得 嗯 医生 他 私下的 怎么讲 下班之后的 兴趣都是 比较 枯燥的 可能会觉得我们 所有的时间 都拿来工作 嗯 但其实很多医生 他 他还是有 还是有 休 休闲娱乐的 像我就是会 写歌啊 有些人还是会有些 其他的 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 医生下班之后 跟大家还是可以 打成一片的啦 不会很有距离感 是 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子 哇 我觉得今天 不管是跟你聊音乐 还是聊你在医生职业上啊 都是非常丰富的内容 哈哈哈哈 来到节目的尾声啦 如果要问你 未来给你五年的时间 你给自己的三大挑战会是什么呢 哦三大挑战很难耶 其实 第一大挑战就是 刚刚有讲到 就是 我会想要在音乐的领域上面 嗯 可能有一些突破 哦 也就是说 你说funk跟disco 如果接下来要做 怎么又回来了 接下来 如果接下来要做 等一下就funk一下disco 等一下 就是 我觉得如果要下一步要挑战做 再做一个音乐作品的话 我会希望是跟以前都不一样的 嗯 对就是会希望有一些突破 挑战新的取风嘛 对 这是第一个挑战 是 第二个挑战就是 在事业上面 会想要做一个突破 也就是 嗯 可能会创意吧 像我现在是 受拼一时 也就是说我上面有老板 是 那我发现在这个状态下 也许生活上会比较轻松 因为你不用管理很多其他东西 可是 对 在你想做的事情上面会受险 嗯 也就是你有些事情 你是 听命于老板 嗯 所以你有很多 想要完成的一些 愿景 是跟老板不合的 对 所以你就没办法 对 对 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会觉得某种程度上 那我会想要出去创业 也许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也许是自己 现在还是 受拼这个老板 可是我自己的其他时间拿来创业 也有可能 对 但是 不管怎样 就是会希望把自己心里 真正的医疗的愿景 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把它完成 嗯嗯嗯 更多的呈现方式 对 是 第三个呢 第三个挑战就比较 跟 实际一点 比较实际 比较家庭一点 对 就是 接下来就是因为我 接下来会有 组成家庭的计划 嗯嗯 就是要结婚了 所以 哇 恭喜 之后 之后应该就是会想要生 小孩 啊 因为我很喜欢小孩子 是是 所以我会希望有一个 呃 很美好的家庭 嗯嗯 对 当然就我现在的 未婚期 嗯 也就是很 很 很给力啦 对对就是 哈哈哈哈 对 所以我相信 未来一定可以有一个 很美好的家庭 是是是 先祝福你啊 会不会下一次 就可以跟你聊 更多的内容了 下一次就抱一个小孩来 哈哈哈哈 聊怎么当爸爸 哈哈哈哈 聊爸爸经 爸爸经 没错 是是是 非常感谢今天 迪志来到 蜻蜓事务所 也非常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不要忘记 10月14号有哪一件事情呢 10月14号 有我们的发片专场 在 Lexie Mini的 Empa 希望大家可以来听 是 感谢大家的收听 那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